酪酪 就是這個杏鮑菇 對 素酪 像酪酪一樣 這個杏鮑菇 我們之前杏鮑菇 當過我們好多好多主角 記得我們之前教到我們的素爐飯 我們有用杏鮑菇把它切成丁 同樣的這個不是說我們 只適合我們中式的那個料理 這個我們也適合西式的 你看 直接把杏鮑菇 稍微炒香 是 稍微把它炒香一下 炒香 然後並且那個 稍微讓它有一點軟一點的時候 然後我們把這個 我們剛剛有示範過的這個番茄 番茄泥 對 番茄泥 它已經變成番茄泥 因為這個皮都去掉 這樣子 好過癮喔 對 好過癮 這樣子 顏色也很漂亮 而且番茄越熱 它的茄紅素是越釋放 所以說這一道像那個 我們女孩子愛漂亮 小朋友正在發育 或家裡的先生 這個都很適合來食用 而且你看喔 這個都是非常簡單 你看杏鮑菇 我們今天介紹的料理 幾乎都可以 邊煮邊聊天 對 而且我發現啊 因為現在夏天嘛 因為大家都是 比較怕說吃太燙的東西 對 那我覺得像會的東西喔 它保溫的那個溫度比較夠 對 比較夠 它比較夠 它不會說喔 有時候我們在家裡說 喔 一下擠一下冷氣 菜就冷了 對 一下就冷了 感覺不好吃看 對 沒有錯 那其實它很燙嘛 你一下子也沒辦法入口的時候 你等它稍微涼一下喔 嗯 米米 我停不下來 真的 你慢慢吃 等一下下一道喔 還給你好吃 還給你味賴 不過我想喔 老師今天講到蠻多的重點 就是說 其實你在做一些會料理的時候 你比較擔心就是說 食材跟食材在中間 對 對 本身有一些食材 可能是孩子特別不愛的 對 沒有錯 有的小孩也是吃夠快 他可能看到說 反正紅蘿蔔我是不愛吃的 我還是把它挑掉 對 那怎麼辦去去那個味道 讓他知道說 真的那個紅蘿蔔是好吃的 是甜的 那老師運用了蠻多一些 調味的概念 對 尤其我知道說像 剛才我們吃這個台式的這個根飯 對 裡面有很棒的那個蘿蔔 對 老師一直在把一些這種平衡感 把它拉回到我們整個 就是料理裡面 對 沒有錯 那所以老師其實我們一些那種 不管是養生的概念 其實你會運用蠻多像 這種漢方的 漢方的藥材 其實中國人大部分 以重要藥材 在做我們自己滋補身體 是從骨至筋 那因為這個藥就是 藥材難免有所謂的一個藥味 對 那以前可能也需要去熬煮 熬煮成高湯 可是它的藥味永遠都是去不掉 對 那你又要達到養生 當然你要達到美味 所以說慢慢的我們就可以去用 比較所謂科學比較進步的一個方式 當然也節省時間 然後也讓年輕人能夠接受 所謂的一個藥杉養生的部分 好 其實藥杉養生 老師我們今天有一盤 在那邊像有紅棗 然後當歸 枸杞 對 然後有一些生片之類的 其實這些都是我們中國人 像冬天 有時候像媽媽她會抓一把紅棗 抓一把枸杞 放一點花旗參 然後煮茶喝 有時候也會煮給我們喝 當然可以當茶飲 我們一樣也可以什麼當高湯 對 那你看喔 這個義式的肉醬 我們今天這個是紅醬烏飯 對 紅醬 紅醬烏飯 這個它已經滾了 滾了 它這個其實耐滾的 菇也耐滾 番茄也耐滾 滾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來做一點點的調味 對 一樣我們可以用這個所謂藥膳的概念 把中西稍微給它融合一下 這個素雞精裡面把它加一瓢進來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 那因為那個番茄它是帶一點酸 帶一點酸 所以我們可以調一點點的這個甜味進來 一樣把黑糖粉 對 一樣我們就是用黑糖 用黑糖的部分 這樣子 然後這個義式 再來的另外一個主角 就是這個 這是什麼 九層塔 對 九層塔 我們把它切成這個末 切成末 這個我們有教過媽媽們嗎 事先如果你要準備 你都可以放一點 老師 我們讓它立一點好不好 來 好 放一點點 有沒有 立出來這個地方是油脂 有沒有 放一點油脂可以保它的顏色 用橄欖油 對 用橄欖油可以保它的顏色 然後這個我們就可以進來 那如果說我們要吃 就是說九層塔的味道比較重一點 這個我們都可以全部進 下去 對 可以全部進 不用怕 因為這個味道非常非常的融合 而且它的 而且顏色這樣下去好像很漂亮 很漂亮 對 這個黃麗紅都有了 對 這個因為我們的這個杏鮑菇 遇上這個番茄醬 它會有帶一點點的那個蛋黃色 這樣子就可以了 好 那應該差不多就可以起鍋了 對 差不多 對 差不多 那我把這碗飯一樣給老師 對 好 撐一下 幫我撐一下 好 那其實今天我們應該講說 也是這個各式的一個會料理的大集合 對 稍微 各國的我們都稍微把它做一下一個統合 這樣子 好 香耶 這樣子稍微配個顏色 對 那其實像剛剛楊平也有講到 這個如果說 你不想吃飯 我們也可以用冬粉 然後甚至用所謂的麵 然後這個都可以 然後如果楊平你的 我們所謂的澱粉冬粉 麵飯你都不想的話 我教你一個 買一塊豆腐 買一塊豆腐 對 然後淋上去 豆腐都不用加倒油 對 好 很讚喔 對 來 我們來看看好不好 今天的這一道 這個紅醬會飯 有番茄 杏鮑菇 還有橄欖油 素雞精 鹽巴 白飯跟九層塔 對 然後 對 這樣子就可以了 OK 很香喔 對 很香 然後這個你就可以品嘗一下 我把盤子給你的 最主要是來鑑定這個 對 鑑定這個味 對 這個紅醬 這個味道 有成功嗎 對 所以說 這個幾乎 如果說我們要當成會飯 味道可以調重一點 對 那如果說像你要單吃 然後或者是我剛剛教楊平的 下面就是底 把那個飯改成那個豆腐 也非常的好吃 對 這個味道 哇 很棒 這個 太爽口了 對 所以這個在夏天來講 我蠻推薦這幾道 就是夏天 既好 好 就是比較有胃口 然後營養也會顧慮到 也比較足夠 對 因為其實我覺得說 過去像我們 煮咖哩 很多人就會說 不管是配雞肉 或者是配這個牛肉 是 那你知道肉類喔 其實在胃的一個消化的時間 都還很久了 對 沒有錯 你讓這個味都會很吃力 對 沒有錯 其實你今天完全都不放肉的情況之下 你就會發現你胃的負擔沒有那麼重 對 沒有那麼重 但是 雖然我們不放肉 但是我們種在所謂的一個調味的部分 好像吃沒肉 可是你讓你的口感 它是很豐富的 一樣是很滿足啦 對 沒有錯 好 所以等一下我們還有一道這個 對 還有一道 今天真的是全學會了好不好 來 我們持續鎖定今天的